北海岸沙滩着冬天东北季风一来 清洁队还有观光局就会很头痛 今天捡过明天又是满满的垃圾 在立委黄国昌争取两年多下来 最近终于传出了北关处添购的沙滩进滩车的好消息 上周也在立委还有在地商家的见证下进行启用仪式 北海岸地区每到冬天东北季风一来 沿岸的沙滩漂流垃圾总会是今天捡了明后天又来 为了要维持沙滩的整街清洁队以及观光局 可以说是相当头痛 近来却也传出北海岸天购沙滩进滩车的好消息 上周在立委黄国昌的见证之下进行了启用仪式 当天也在在地人支持下组成了进滩车协力队 宣示要捍卫家乡沙滩的清洁 那我们也相信唯有美丽的环境 它才可以吸引游客来到这边 带动我们店家的繁荣 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国昌委员 我知道国昌委员在就任一开始就帮我们争取这个沙滩车 我们很高兴到今天终会看见了 那我们希望从今天以后 我们北地的沙滩可以变成吸引游客 来到这边的一个很大的亮点 北海岸有很漂亮的沙滩 但是怎么样维持这个沙滩的清洁 事实上一直是一个困扰大家很久的问题 那在过去的那段时间当中 当然要非常感谢我们清洁队的同仁 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也感谢很多在地的居民 其实不仅仅是在金山那边 在万里那边也是一样 组成了很多的志工队 那大家可能每到一个时间的时候 就会做淨滩的活动 但是不管怎么样保持这个沙滩的清洁跟美丽 对于推广北海岸的观光非常的重要 因为没有人会想要去一个不干净的海滩 两年前立委红货昌就来到中角沙竹湾巡视 研议要购买淨滩车试衣 提案经过两年终于实现 而这组淨滩车有两辆 分别来自美国与日本 履带式的淨滩车外形像极了小型的挖土机 不过透过产沙加上滤过蓝过滤沙时 海滩垃圾将会被留下 并倒入另一辆的漂流垃圾收集车辆当中 节省时间与金钱 淨滩更有效率 北海岸来讲我们是第一个 有这个机会 那整个北海岸大概有 四五十公里之长 我们沙滩有好几个 所以未来我们可以借用这个沙滩整理车 来减量我们的一个人力 虽然在我们平日有我们的清洁人员 对沙滩的一个整理 然后有志工来做淨滩 但是那个沙滩是 那个垃圾是常年有 我还记得上礼拜来 第二天又有了 所以简不胜简 但是对游客的感觉就是 他来到这里就是要干净 所以这个工作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吃重 藉由这个机械的这个一个协助 我们希望对外现实说 我们有这个信心要把我们的沙滩水溢 要把它整理干净 北关处表示这组浸滩车车主 每个月可以取代六十人次的清洁人力 每年节省约新台并一百二十万元的清洁费 有效率的缩短清洁工时 提升清洁效率 以及游客修气品质 让天气逐渐温暖 准备迎接旅游旺季的北海岸 藉由浸滩车的启用 要让游客有更安全舒适的休闲空间 记得大平函金山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